12月7日,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敦敦身披龙年战袍,以崭新的龙敦敦形象回归。 在正式发售前,设计师林存真接受了中心设计者专访,分享了这一新形象背后的创作故事。 林存真表示,龙敦敦的设计延续了冰敦敦以及虎敦敦、兔敦敦在服饰、装扮上的风格特点,并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龙文化。 从熊猫变到冰敦敦,然后同时这个冰敦敦户面的延展的这些东西都跟它的外壳相关。 我们看到它这个外壳变成了各种颜色的,变成各种质版,它穿上了就是虎年的这个虎头虎帽, 然后它变成了这个我们说的兔爷的装扮,加上今年的这个从武龙的这个民间活动中脱颖出来的。 为了将这一概念转化为现实,林存真和她的团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设计, 他们参考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艺术和民俗文化资料,从中汲取灵感。 在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和完善后,最终确定了这一版的冰敦敦形象。 龙是有神性的,就是这个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龙的这个神性表达出来。 所以当时就考虑到了我们的那个武龙,民间的这个武龙的习俗。 我们其实做了两种,一个是做的是它的武龙的形象, 然后另外呢也做了这样的头戴着小龙帽, 然后身上穿的是武龙的服装。 比如我们看到这里的云间,也是我们中国服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, 非常好看的一个元素,也都放在里面。 那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设计。 林存珍介绍,龙敦敦系列新品有毛绒、百件、徽章、陶瓷、钥匙扣等。 拿着其中一款盲盒,林存珍揭秘了其中的巧思。 我们盲盒有五个颜色,那隐藏款是一个金色的, 然后呢四个呢我们是取自那个四海龙王的寓意, 所以你抽到哪一个都特别好。 其实这个盲盒的制作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工艺, 你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玩偶, 但是它拆件要拆近三十个架, 然后每一个都得进攻细作,最后拼合而成。 龙敦敦设计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感, 同时也充满了现代性和创新性。 林存珍表示,他们希望通过这一设计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冰敦敦, 了解并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。 冰敦敦它的神奇外壳,它可以变装, 当时那个冰敦外壳就想和那个我们年轻人 经常玩游戏换皮肤换装备的那个概念, 也是想用借助这种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在游戏里面的一些习惯性的场景和方式, 来让他们跟冰敦敦有更多的沟通。 谈及未来,林存珍表示, 他们将继续推出更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 冰敦敦产品,让这个可爱的吉祥物 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。 把这个中国文化融入到这个吉祥物的设计里面 是我们其实在18年做冰敦敦吉祥物设计 初期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和我们的使命。 我们现在就是在今后的这个设计当中, 尽可能的有丰富的文化点引入, 然后也让这个国外的人能够每年都盼着说, 哎,今年中国讲什么春节故事, 然后我们能有更新的, 更有意思, 更鲜活的文化, 让世界了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